那修佛 为什么 为恢复我们的本能 本能恢复 我们作者不动 变法界续空界 色神相为出法 全知道 为什么 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 天文修佳告诉我们 几百光年的世界 甚至几千光年的星球 那太远太远了 恢复能力的人 看这个星球就在眼前 千百光年变成一刹那 这是什么原因 告诉你 宇宙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迷得太久了 迷得太深了 把本能统统丧失掉了 一天到晚 还是在胡思乱想 这是我们的大病 不是我们的智慧 智慧不要齐心都念 而且办的事情 都办得非常圆满 美好到几处 不会产生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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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大夫头疼一头要脚疼一脚 不知道病源在哪里 他没有从根本治疗 中国的医学跟外国自己是不一样 发病的地方 跟那个病源往往是有很大的距离 治病在哪里就从根治 从源头治 这的病自然就好了 你在发病之后你治疗 那是治不好的 宇宙也如是 根源是自信的 只要把自信找到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源头在哪里呢 源头在自己身上 不在别的地方 只要把分这个 这个奇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是妙就如来 你的功德就圆满了 那么你的身就正叫保身 为什么 智慧开了吗 明心坚信 坚信 智慧开了 自信 本具的薄弱智慧 先进 也就是你三种烦恼 真放下了 心里头 没有一个念头 那叫真念 真念是 真念是无念 有念都不真 那佛教给我种种方法 佛教的全是方便法 真实法 说不出来 隐语道断 心心除灭 怎么教你 用方便 诱导你 自己误入真实 所以称佛是谁帮你称你 自己称你 佛能帮助人称佛 佛很慈悲 我们就不要修行了 都帮助我们称佛了 做不到 迷失你自己的 悟还是等你自己悟